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清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你们家里或者说楼梯间有监控吗 能否通过监控调查出来 老人平时的表现 行走状态 头脑清醒状态 这是一个要证明的 第二个要看老人摔倒的原因 是他自己摔倒的 还是被第三方给摔倒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举证的问题 没有 之前您说您跟家政公司之间 是没签过任何合同的是吗 都是属人 因为他是这样 他愿意跟家政公司签的合同 还没到期 哪个保姆不干了 我就是补的那个空 只是跟他把那个人赶满 您补替了这个岗位 这个合同当中 有没有提及过您的名字 不知道 我没看合同 没看过 每个月的工资 都是由子女向您发放的 他是给您现金 是转账 我的雇主直接 雇主给我发给我现金 或者打在卡里面 雇主直接给你了 对 是的 有这个事实是吧 对的 是的 那如果有这个事实 是否是可以证明 雇主是认可你的 是的 把钱给你了 你也接受了 同时你也完成 你的相关的义务了 对 你事实上已经履行了 你们之间的合同了 对吗 对 只是没签合同 但是都是认可的 以前没有找过家政 以前都是属人 或者是人拿这个介绍 我就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找家政 所以所有东西都不懂 我问你现在 家政公司什么态度 家政公司 就是说也愿意面对 就是该他承担 你还得承担 家政公司是认可 你是他委派过来的 代表家政公司 来履行这个职务的 是这意思 是的 是的 他这个是认可的是吗 对 去世者的家属 他们认为是 你是受家政公司委派 还是给你签订的 雇佣合同 他没给我签 还跟家政签的 你的工作内容 是专职看护这名老人 还是附带着其他的家务 我是什么都管 包括在医院去开药 买菜 煮饭 大小卫生都管 就是说得别人家 去跟人家相处 你尽量多承担点 是吧 要不人人之间 你怎么相处得好呢 为了查明这个法律关系 我想核实一个问题 老人是否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他一直是一针清醒 一针糊涂 能分清谁是谁吗 那个分得清 你说他一针糊涂 一针清醒 糊涂是指什么 糊涂的时候他都走了 他说有车来接他来了 说走就要走 那时候他知道你是谁吗 知道啊 他不要我管那么多呀 有没有相关的病例 或者鉴定结论 或者是精神残疾症 类似这样的相关的证据 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你在受雇佣的时候 他的子女是否明确告诉你 老人头脑不清醒 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你把他当成一个老小孩看待 没说过 也没有强调过这一项 没说过这一项 好 我下面就要说的是 老人是否能够独立行走 还是一走就摔倒 还是连床都起不来 还是说走得很好 有一段时间 这起床都起不来 还没劲儿 后来人家住了园好大 可以 这独自人走上车 是没有问题的 那针对老人这种身体状况 你有没有在平时 提供服务的时候 多加留意 就是会比其他老 随时都留意 睡觉他的北窝 有一点东京我都会看的 我睡觉不会关我的门的 我就怕老人摔有什么事 您是住家保姆是吗 对 那么家政公司有对您进行过 针对这类老人 进行看护的相关培训吗 讲过 就说老人要受患病了 我首先要打几句电话 通知家人 这些人都讲过 如果你拿着破了 有几句箱里 你电话 那些人处理处理 如果要出血的话 爆炸一下 再打几句电话 那我想问问 刚才你就说 你上个厕所老人就出事了 那你刚才说 你还要去超市什么 买菜 还要倒垃圾 甚至去买药 那这个时候老人怎么办 你是推着他去 还是把他放家里 锁家里 锁家里 锁家里吗 就是你只要出门 老人是要锁在家里的 对 很近的 买菜很近的 我说你不要开门 我想这个坏人多 要把你打的跌 倒的跌 好好待的怎么办 你说这句话 相当于你自己 也能意识到 老人不能独自出门 你对此是有意识到的 是吗 对 意识到 我出一次门都不老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既然意识到了 那么当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是否意识到 老人有可能开上门出去 你是否能够意识到 这个没想到 因为这上厕所公布 为什么会想不到 如果你在上厕所期间 你把这个门给锁住了呢 那个门锁不上 还是电子门 里边锁不上吗 里面锁不上 装过去就关上 他没有关锁的那个功能 轻轻压都开了 你跟这个家里面的人 有没有提过 说你这个锁 锁不住老人会出去 以前我也跟他说过 他们的骨子 没往心里去 他家里人也跟我 把那个门 弄个钩子钩上 不管用 你钩里头只要咬 他都挂 好管用 好管用